北南乡镇总执询第一天 垃圾议题受到多位代表的关切 提出讨论 其中针对如何确实执行垃圾分类 回收再利用还有随带征收的可行性 另外对于目前现有掩埋场的活化 延长垃圾处理的年限 都在总执询中浮出台面交叉讨论 北南乡镇代表会第二次定期会 乡镇总执询第一天 多位代表分别针对眼前垃圾问题 提出咨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成绩 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垃圾分类嘛 对不对 对垃圾分类一定要做 那也许我们刚做的时候非常困难 我们要跟我们的乡米宣导的时候 真的很困难 在学校我也在学校教书 那学校学生要教真的 我看到老师一样一样的教 纸类书胶类铁罐类或什么 那我们再多一个农业继物类 稍后北南乡民代表郭忠义 对于公所提出 严你随带征收的方案 表示不支持的立场 认为此举会造成乡民不愿意买环保带 衍生乱丢垃圾的问题会更严重 那你这个时候就那么多东西了 那你今天假设说你学校在征收的话 在乡下这种地方啊 你给我一个宿舍 我买多少钱啊 可怜可怜更困难你知道吗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说 这乡长啊 你要克务一下 因为学校在征收啊 那是台北市他老百姓 垃圾活搜板 他一定要去垃圾 垃圾 你知道吗 全台湾省啊 随带征收也没跪下关系 所以这个用一堆也很好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下 地方上的一个环境的不同 郭大臣 我如果要实施这个 我想我会充分的沟通 大家有共性 我不会倉促去提醒 对啊 你真的告诉你 我会让民众做一个说明 和充分的沟通了 可行 大家希望的话 我们才会去做实施啦 不会参加实施啦 我们昨天下天考察 有去看了我们的垃圾场 垃圾场 我们听取我们的队长的一个报告 做一个报告之后 我们发现 也发现说 我们之前所制作的那个复议区 复议区的话 如果能够透过我们任何的管道 不管多么的困难的管道 我们必须要去克服 因为垃圾的问题是全省的问题 不是我们单单我们天然乡 如果万一 我们已经好不容易 已经经营这么久的一个有机档业 文化炉一烧 它吹出来的烟 还有带着一些灰 那都是有害 有一些化学的东西 有害整个大气场的一个空气的污染 对文化炉文化看就是这样 不是无法反对文化炉 但是我们反对现有的藏区是不对的 对于台湾是最强的 对啊 其他文化 拜托 你不疑问我 继续帮我们 检株的办法处央 可以获得 更快的 我们更快的 可以帮我们 现有的藏区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 富裕企业 帮我们继续做一个 目前三里垃圾掩埋场 已经达到饱和的窘境 如何加速活化其成 让真摄的掩埋场域 能够通过环评 早日启用 也是当天的咨询重点 东台新闻张家伟 边来相报导 整个大地层的一个空气的污染